請下一位是Steaming還是Timo? Steaming是跳過嗎? Steaming 喔!好! 那下一位就是請Steaming上來準備 然後對 然後Timo可以在Steaming後面準備這樣子 好!那我們接下來把麥克風交給那個 Lafin 我是Lafin 然後我們今天的話就會講一下我們阿美語的目前的整個專輯狀況這樣子 好! 那以後 我們三人跟我們讀一頂有阿米斯 雜班、雜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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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就講說 大家好我是阿美語蒙年團隊 然後我是雜咪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阿美語蒙年團隊 然後我是雜咪 我們今天教的那個阿美語就是18 然後我們大家可以念一次 三八法路 三八法路 就因為我們要配合我們今天就是18歲的那個公民權 那我們就讓每一次的那個大松東 大家學一下一點點阿美語 那如果有對阿美語發音有不確定的話也歡迎來找我們 然後我們今天最主要就是要整理一下阿美語的一些歷史紀錄集 因為我發現就是說 其實像我來講我就不是一個工程師 那因為我們對於那個就是在文化上面比較有專注跟主義上面 那但是像我們現在目前就是之前沒有司機還有一些小器他們寫一些東西在上面 我是知道是在Gear上面 但是在Gear上面他們是如果去操作或是去使用 然後這樣子的方式的話其實並沒有那麼快速的去了解 所以今天的話我們就想說那我們就來去整理一下 因為阿美語到今天發展大概有七八年的時間 其實資料量其實蠻多的 然後像我們之前有做一些就請大家做一些協助 像譬如說一些那個關鍵字 或者是一些阿美語對應的那個字典裡面的關鍵字 還有一些就是算一些簽字表裡面的字 但這些東西好像都沒有到後續就是有整理好 但是沒有去加以去就是運用或釋出 或者去把它放到字典上面 所以今天最主要就是如果有人 就是有人有對那個 就是整理一些阿美語蒙點資料有興趣 然後或者是能夠告訴我 告訴我說現在我們的整個網上的架構是怎麼樣 然後怎麼樣的去使用 然後目前是怎麼樣去安排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我把那個說明書寫好 那對於我之後或者是阿美語蒙點之後 要去找人來去協助 就譬如說一些可能 因為我們現在在對於我們搜尋系統裡面的 猴色音這個東西 一直搜尋一直產生一些收入 譬如說像我們之前有沒有自己有做一個 就是所謂的 給蔡東韓博士做的外掛修改的部分 然後這部分的話就是 那猴色音部分永遠都是沒辦法收入 它就是永遠就是找不到 所以這地方的話到現在也沒有修好 然後沒有設計也不知道怎麼處理 那我們就看看就是 如果我們把這些Bug 把一些資料給你出來的話 相當來講會對我們來講會比較方便 然後會之後 我也會學其他的專案定期更新在ke-up上面 會這樣會讓我們的東西會比較容易 然後也會在這個音域上面寫出來 然後 喔 對對對 我怕以前大家都不認識我 所以我大概就是我們 我那時候是在2020年的G01產品上面 然後這是今年的 今年的那個 10年的那個 然後我大概收了20公斤左右這樣 大家可以唱 從去那邊是我 好 好 來來來來 謝謝大家 好 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 我們現在非常精彩的分享 然後還有最後的驚喜這樣子 好 那我們下一位歡迎 好嗎 我們這一組的 2年